歡迎收聽我是SENMONEY 我是威力 你線上奶爸又突然出現啦 現在時間是2023年的4月27號晚上的11點44分 今天我們單元是生活閒聊單元 生活閒聊與你生活在一起呀 今天我們的題目是 雙面硬省錢 月配息ETF以及日本活的老風險 最後是反牛群大概有以上這些內容 首先一開始部分跟大家分享一下育兒生活 最近我小朋友我兒子開始會叫爸爸媽媽 可是他很反骨 就是我叫他說你叫爸爸 他就跟我叫媽媽媽媽媽 那有時候他就會莫名其妙叫一下爸爸 然後我有時候就再叫他說你再叫一次 他又跟我媽媽媽媽 然後呢 臨時他還會去跟我老婆講媽媽 然後我老婆就會覺得很感動有沒有 就感心的跟全國電子一樣啊 就覺得說啊這個養了一個小朋友養了一歲多啊 終於會叫爸爸媽媽好像很感動這樣子 但是我發現說其實我兒子 根本就是知道我們在講什麼東西 但是他就偏偏不想要講我們想要的答案 那就會讓我覺得說 欸 這小子實在是很皮 那有時候我就發現說 我把我的臉遮起來的時候 我兒子就會故意 跑過來把我的手扯開 那尤其是在床上的時候啊 那他就會跑過來把我的手打開 那有時候還會再打我臉兩下 那如果我一直都遮著臉的話他就會哭 就是他很想要看到我的臉啊 那我覺得這蠻有意思的 就育兒生活跟大家分享 接著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威力財經腳FB上面啊 有一則文章啊就被轉分享了230次啊 這蠻有意思的是 這本書其實叫做 然後不生氣變成變身有錢人啊 這一則書 其實我在這篇文章裡面 只是在寫說 我的心得摘要啦 並沒有把我完整的讀書心得貼在這上面 因為完整的讀書心得我還在整理當中 大概會在5月的時候 在我們翻格子上架 那當然這本書啊 最主要阻止是告訴大家說 如果你想要擺脫焦慮情緒不穩 或是做事不順 如果要增加收入以及改善人際關係的話 那你就可以運用他 裡面所介紹一些管理自己情緒的方法 去提升你自己啊 當然我覺得這本書是蠻有意義的書 那如果說你平常遇到說 跟同事之間相處 或是跟你自己的家人啊 會有一些不太愉快的地方 那你去閱讀這本書的話 我相信應該會有比較好的收穫 告訴你如何讓自己的心境能夠轉化 那當然我們在面對到工作的時候 難免會有一些對你情緒不好的人 或是你自己的家裡的人 也會有一些對你情緒不好的情況 當然這種這種東西 你就是平常要有一個sense 當你真的面對到這些情況的時候 你是有方法可以去面對的 那這本書就是告訴你 怎麼樣的去面對 接著來跟大家分享 這一個影片是我在YouTube上看到的影片 是活得老的風險啊 好插播一下 因為這一集其實我們是有錄影像的 那如果說你想要看影像版本的話 可以到我們YouTube上 威力財經教的YouTube上看這則影片 那威力是希望說 盡量把說Podcast跟YouTube 可以把它平台整合在一起 也就是希望說我播的內容 有機會是有影像的 那這樣子在YouTube上的觀眾 或者是Podcast的聽眾 都有機會可以聽得到東西 也可以看得到東西啦 比較不會那麼單調 畢竟威力在做Podcast已經做三年了 我希望挑戰不一樣的方法 當然做影像這個東西啊 它是比較花時間的 所以現階段可能就是有時候會有 那不會是說常態性都會有 那如果可以的話 我當然是希望可以一直都有啦 那講下來呢 這一則影片是在講什麼 這個影片是在講說 它叫做年金生活啊 長生的Risk啊 Risk啊 日語叫Risk 就是Risk的意思 它意思說啊 現在在日本生活 其實物價很高啊 有好多人 其實他面對到就是 他已經年漲了 他可能已經是借領退休的情況 但是呢 他沒有辦法好好退休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年金實在是太少了 大概可能 一個月大概就7萬日幣吧 或是6萬日幣 我看影片中的老人家 有的他把他的存折放開 就六七萬日幣 那六七萬日幣 你在日本基本上就是 你住一個單人套房 大概就這個錢了啦 那如果你想要再過一些比較 好一點生活啊 那基本上只靠年金是不太夠的 就變成說 現在在日本65歲以上的人 其實他們很多人還在工作 平均大概有四個人 就有一個人 是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你從這個東西 我們就可以反思說 現在在台灣的我們 未來會不會遇到 跟日本一樣的情況 為什麼 因為日本人的少子化 跟老年化 是比台灣人還要嚴峻的 那他走在我們前面嘛 那台灣人也 逐漸的邁入一樣的高年化社會 所以這個影片讓威力 比較有一點感觸啦 就是 大家可能你在平常啊 只是忙碌上班之餘 你可能沒有好好停下 腳步來思考一下 當你退休的時候 會是一樣 這樣子的情況嗎 你會 指望著政府給你的退休金嗎 你只會想說啊 就政府勞退給我就靠這個生活而已嗎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的風險是很高的 那在另外一個島嶼的日本人 他已經展現給我們看了 現在他們就面對到這樣的情形 那在這則影片裡面啊 那威力士有用了 我們這個ChatGPD啊 去把他們的這個內容去做一些分析啊 所以我大家可以用 AI幫我彙整的資料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個65歲仍然在工作的人 就是每四人有一個人 那有什麼問題呢 最主要是他們的住房的貸款 或是租金的問題 再來就是最近物價上漲的情況比較嚴峻 那有些退休的夫妻 他們其實是沒有什麼錢可以出去去玩的 那另外退休的人 只能通過打工來去補充收入啊 讓他們的收入可以增加 那另外一個阿伯啊 他就表示說啊 他每天都要工作 因為怎麼樣 食材的費用啊 每天都在累積了 甚至有一些電費 或者是有一些正常的支出 他是沒有辦法指引的 那甚至還被停電過 就是已經窮到要被停電了 那他們的 他們的 月收入呢 其中有一個阿伯是73歲 月收入是 14萬5000元 左右 是在鐵路相關的行業 可能就是在地鐵站啊 或是他去做一些乘務員之類的 大概月收入是14萬元 而且他還有女兒在上學 你看 面對到這種 73歲的人 他小朋友還在上學 那他能不上班嗎 明顯的就是他還是要去 繼續工作下去啊 不然怎麼去過生活呢 另外阿 還有一個老人家 他已經是79歲了 但是他在東京市呢 租了一個單身公寓 每個月就要支付7萬5000元 年金收入大概就是一個月 3萬8千元而已 所以他為了自己的家庭開銷啊 跟租金 他必須要再利用自己曾經做過的職業內容 也就是他是一個建築師 那在79歲的年紀 還要做為一個建築師 繼續的去賺取他的生活費 每個月大概可以賺取到20萬元左右啦 但他未來是希望說可以去搬到 比較便宜的老人住宅區當中 大概可以再便宜5萬塊錢的租金 那比較可以省錢 那從他們的故事就會讓威力覺得說 有好多人在談說我好想要早點快點退休喔 可是你看在對面這個島嶼的國家的人們 他們還在為他們的生活打拼呢 即使已經是老年的狀況 那就會讓大家停下腳步來想一下 我是不是從現在就要開始做哪些準備 可以讓我在65歲的時候好好過一下生活 不要說我在65歲的時候我還在街上掃地 那真的很辛苦 我覺得可以去做一些不會那麼辛苦的勞力活 例如說你可以當consultor嘛 你可以當顧問 那有很多人他可能在他年紀比較大的時候 他擁有是什麼 他的知識嘛 他的經驗嘛 所以他可以當顧問業的consultor 告訴大家一些解決問題的方式 那當大家有一些疑難雜症的時候 你就會想到說 有這一群長者 有這些智慧的人 那可以去去諮詢 那老人家他就有機會利用他的知識 來賺取到他的生活費或是退休的資金 我覺得這是蠻好的 也是威力覺得說 未來真的退休的時候 可能可以嘗試的一個方法 另外一則YouTube影片 是威力看了一則影片 是在討論到日本人平均的資產額 當然日本人的平均資產額是多少 這則影片裡面是在講到 日本金融資產跟儲蓄金額的平均跟比例 也就是在日本他們怎麼去運用他們的資金 日本人怎麼去儲蓄 那當然在這裡面看起來 兩人以上的家庭平均金融資產 大概是1800萬日元 日元喔 所以大概1800萬 那有人會提到說 那我跟郭台銘去平均我也是很多錢 所以這個東西只是一個參考值 也不能說完全就相信說 中位數就是這樣 並不是 他這是一個平均值 但從威力看這則影片裡面 看到的東西是日本真的很愛儲蓄 他們的投資的比重 稍微是偏低一點 當然近年來他們有逐漸的增加 就是年輕人會去投資股票 那另外呢 有債務的人的平均值大概是1500萬日元 那為什麼會有債務呢 不外乎就是因為結婚啊 或是育額的關係 所以變成是說 他會有一些債務的情形 那當然在這則影片裡面 就告訴大家說 你要怎麼去開始投資 在這裡面有一個比較新的資訊 是為你以前不曉得的 在日本有一個叫做NISA的賬戶 也就是說如果你是新鮮人 想要進入到投資市場的話 那日本政府是有一個叫NISA的投資賬戶 是可以去做投資這件事情 威力覺得很好啊 如果說像台灣政府也能夠有類似的方式 比如說我100萬以下的投資 比如說我零股息不要稅好了 我資本利的也不要跟我收那些有的沒的水 甚至看能不能跟券商談一下 也不要收那些手續費 那是不是可以讓大家更活絡這個交易市場 當然有人會講說 那這樣子不是券商就沒飯吃 或政府就沒稅收 我覺得啦這東西就是一個調整 你可能可以調整說 比如說某個金額以上 那也許他要繳的金額比較多嘛 但是在這個賬戶 比如說for新鮮人的賬戶 那他可能就可以做一些免稅的方式 做一個調整 也就是鼓勵年輕人可以通過正確管道 或是正確方式去做投資 當然開了這個戶我想 應該他還是有一些配套方式 讓年輕人可以了解到 怎麼去做投資這件事情 接著來討論到雙面印省錢這個東西 為什麼會提到雙面印省錢 大家有沒有用過影印機 這個影印機在各位的公司裡面 或是學校裡面應該曾經都看過吧 那影印機到底有什麼問題嗎 這裡就提到說 大家可能會想到一個觀點是 我要印東西的話 我應該是印雙面比較省錢 因為比較省紙啊對不對 可是真的是這樣嗎 雙面印真的比較省錢嗎 威力知道這則故事的來源是什麼 是威力最近在上公司的 就是新任主管的培訓的影音課程裡面 我們公司很有意思啊 就是你新任主管的話 公司規定你要去上一些影音課程 那上完了你要寫筆記 還要寫一些你自己的plan 那再給直屬主管做簽合啊 所以一定得看嘛 所以我就看了 就有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 這個培訓的老師 他叫做李思恩啊 是在國內比較蠻有名的一個老師 他是兩岸知名的企業發展顧問 那他有非常豐富的經驗 曾經的資歷呢 他有擔任過一些主管職務 當過什麼英特亞科技公司總經理 有當到總經理啊 那他有一些暢銷著作叫做什麼 談判式無限賽局 還有溝通力執行的關鍵在於溝通 還有什麼思考力提升企業競爭力的核心因素 大概有這些 這個就是威力所講的吧 當你年紀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不一定要再做勞力活 你可以當consult 像這種顧問業就挺好的 那他在這一則故事裡面是提到說 他曾經去某個企業裡面做培訓 但是他面對到 突然有一個大老闆問他一個問題 影印機雙面印是不是比較省錢 他臨時就想了一下 就想想想說 這個答案叫做不一定 為什麼 影印機雙面印真的比較省錢嗎 大家直覺你會去想說 那我可能是省值 可是事實上是不一定 為什麼 因為你雙面印的時候 影印機有可能 他的損耗比較高 損耗比較高的情況底下 那你每一次維修保養成本就比較高嘛 所以相較起來 影印機雙面印不一定省錢 而單看你用什麼觀點去看 那但是呢對這個大老闆來說 他想要省錢是他的目的 但是雙面印是方法 可是呢有很多人啊 當你在接受到老闆的旨意的時候 你會把方法當做目的 在這個故事裡面要告訴大家就是這裡 你可能會把方法當成目的來執行 而不是找尋正確的方法來達成目的 這個不太一樣的地方啦 因為那這個大老闆呢 他把這個求問了他們公司裡面的主管 那他們裡面有一個管理部的主管 一開始聽到大老闆講說影印機雙面印 是不是比較省錢啊 他就很快的告訴全部公司的人 也做了一些相關的措施 就告訴大家說 你要去影印的時候你要先從雙面印喔 甚至他會把雙面印這件事情 貼在影印機的牆壁那邊 那另外他也放了兩個指箱在影印機那邊 比如說你是印單面的人 那你就放到指箱單面的 如果你是印完雙面的 你就放到指箱雙面的 就是他會做一個回收啦 比如說你現在只有印單面的人 而且你這個紙上沒有什麼機密的話 你還可以再拿來重複利用一次嘛 但是呢有一天這個大老闆 他在茶水間的時候 他就聽到一個女同事在講話 他偷偷聽了他不小心聽到 這女同事就跟他的直屬老闆講說 欸搞不懂欸這大老闆幹嘛要我們 影印機一定要雙面列印啊 我以前有在影印店打工過啊 那時候我其實是瞭解的 影印機雙面印的情況的話 會讓影印機的損耗比較高 不一定比較省錢喔 所以老闆講這個東西可能是錯的 於是這直屬主管就跟這個女生講說 你就不要想這麼多 老闆說什麼你就做什麼嘛 欸這個這句話是不是很常聽到 大家如果你在上班的時候 可能你都會有這種想法 反正老闆講什麼就什麼嘛 但是呢這個老闆啊大老闆他聽到 他們的對話之後就很生氣 就去找這個經營部的這個主管跟他講說 欸你講雙面印省錢好像不是這樣 有人說比較花錢喔 後來啊這個公司的這個高層主管 就去跟老闆講說其實是比較省錢的 他們在精算過之後啊 因為省紙比較省錢 可是大老闆聽不進去啊他說 為什麼會比較省錢不會啊 你這不是影印機損耗比較高嗎 那高層主管就跟這個老闆解釋說 因為我們的影印機是用租的 而且我們的租約裡面是包含維修經費的 所以啊省紙是比較省錢的 因為紙用多少就花多少 可是影印機壞了 會有影印機的出租公司會去負責維修 欸所以你看這個題目的答案啊 會讓人家覺得很奇妙對不對 照常理來說是雙面烈焰比較便宜嘛 可是事實上有人的看法是 你還要負擔維修經費的情況底下的話 你不一定有比較省錢 可是另外一個觀點是現在很多公司啊 像威列公司也是 影印機基本上是租的 那租來的東西 如果你是有包維修成本的租約的話 那其實你省紙還比較省錢啊 欸這不一樣的觀點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接著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這個反牛群分崩離析這個題目啊 這反牛群是什麼東西啊 是之前我們在前幾期 有跟大家講這個牛牛哥的故事 那後來就有一派人去成立了反牛群 就反牛牛哥的群 那威力也在我們威力才能講 投資生活式社群的大家介紹之下 也加入了反牛群去看一下熱鬧 那看一看就發現 欸怎麼奇怪這 這版主他就退群了 那突然就沒有在這裡面 好像又跑到別的群裡面去了 那有人就講說 啊這個版主他可能是 欸這個楊妹妹派的 所以他看大家有些是反楊妹妹 他就不開心 他就跑掉了 那威力是覺得物理抗花啦 那後來這個反牛群啊 又換了好幾個版主 換完之後 現在的名字改成叫做 那些年我們一起監督的財經網紅 也就是他的群名根本就已經改掉了 那在裡面 反而就會去討論到各式各樣的財經網紅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本來不是在反牛嗎 好像後來就走位了 好像就不是這樣 連版主都不見了 那也有人有各種的 比如說陰謀論啊 猜疑之類的 那當然後來威力看一看 就覺得好無聊 他們都在一直聊這個東西 我就退群了 那其實從這個東西裡面 威力的心得是 其實在這些公眾人物 比如說一些財經網紅 他就很想要說 欸我可不可以弄一些 訂閱的方式啊 或是通過類似像牛牛哥這種方法 比如說可以去 類似像直銷傳媒的方式啊 可以吸取很多資金這樣子運用 當然我覺得有些東西 遊走在灰色地帶 還是不要這樣做比較好 那當然這些人 他們各自有各自的立場 就有時候會看到在反牛群裡面 有些人會在那邊吵架 在那邊講東講西的 然後最後有些人就不開心 就退群 那我是覺得啊 像牛牛哥的事件 是給大家一個接近啊 如果你要去做一些訂閱分享 本質是不是壞事 重點是你要提供有價值的東西 而不是一個空頭而已 那甚至你的東西不要是 讓人家會聯想到欸什麼 比如說可能有違反一些 吸金的這些條款的 那我覺得這樣可能就還好 那很多人啊 想看熱鬧的話 你可以到這個反牛群裡面去看看 他現在已經叫做 那些年我們一起監督的財經網紅了 那我覺得裡面 現在聊來聊去的東西 好像都已經走位了 不過裡面好像有一些蠻厲害 大大存很多股票 如果你是存股族的話 搞不好裡面還是可以認識到一些有趣的人物 好接下來看一下這個 高股息ETF誰在買喔 最近看了PTT有講到這篇文章 是在講說高股息ETF誰在買喔 那這個ETF啊 其實裡面文章內容是在講878啦 他在講說其實大家會去投資878的人 很多人就是 你投資的就只是在想著領席而已 那如果你是投資政惡的話 你可能要考慮 欸我什麼時候要賣股票 所以在心態上面其實是有巨大的差異的 那當然他裡面有講到說 欸有些人講說政惡的長期績效是贏878 他認為是同意的 但是事實上是存878的人的庫存張數是遠大於政惡的持有者 那光零股息的部分可能就贏過政惡的資本利的 那我覺得其實底下推文又開始重複老調啦 老調重彈就要在吵說啊其實你這個 左手換右手啊你領878 如果台股不好的時候878股息也配的不好啊 政惡啊可能還是比較好啊之類的 那我覺得高股息的ETF他一定還是有所謂的客群啊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有的人就真的不想賣股票嘛 他就是想領股息的人是很多的 所以我覺得這兩派都有各自的見解 如果你是新手投資人的話 或是你已經投資一陣子的朋友 其實你在看這些文章內容的時候 你還是要堅持你自己本來的投資方式 自己的投資間接 而不是隨波主流 有的人講說買政惡很好 那你就一股腦去買 可是當你面對到市場很大幅的波動的時候 你可能就很緊張了 所以不是不能買喔 而是你買的這個額度不要超過你的心理所負擔的程度 當然是OK的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承受的人 那有些人就會選擇去選一些低波動的個股 或是高股息的ETF 那在他可以長期持有的情況下都是一個好投資 這是威力的觀點 接下來看一下這個月月配ETF好不好啊 基本資料 這是比較新的新聞啊 大概是在4月27號出的新聞 是00929富華台灣科技優息ETF基金 在這個基金裡面它所主打的是什麼 它叫做月月配啊 每個月都配給你啊 欸爽不爽 這有的人就覺得很爽 為什麼 因為以前有人會去參考像古瑜老師所寫 所分享的 你要去買一些ETF看看怎麼去配 配出每個月都可以領息啊 這樣子讓你很有動力 每個月都有領到息的那種感覺 就Kimoji Ine 所以但是現在投信就發現了 這一塊甜餅很多人都想要嘛 那他乾脆就開發一個這種金融產品給大家 讓你有機會 可以直接買這一檔就搞定一切事情 就不用再煩惱說 我幾月買什麼我要再幾月又再買什麼 然後再配在一起我每個月才能領 不用了 他這一次一次就搞定 就是月月配給你 就是不是就感覺很爽 有些人就很想每個月領東西嘛 那這一檔ETF因為他很新啊 有一些公開資料啊 其實是還沒有的 那威力是先參考附華投信的公開說明網頁 那所擷取的圖片跟網站的資料也只是局部啦 那也都是從公開資料上面所揭露下來 當然大家有興趣你可以自己去看 那威力也沒幫他業配啦 因為這東西很欣慰 我也不是那麼熟悉他 但是我想先針對他所公開的這些文宣資料跟大家做討論 那看起來這個保管費是0.0425 好像沒有到非常的高啦 但是如果你還要再加上日後的 比如說因為他月月配嘛 他可能也會做一些換股的動作 那這些東西你可能要持有觀察一年以上 一年或是兩年以上去看才會比較可靠 剛新出的時候啊這些都先當參考 因為你還是不知道他實際上運作之後會花費多少錢嘛 那當然他的 發牌的價格 發行的價格是新台幣15元 所以也不是那麼高 近期所發行的這種 ETF他上市價格都不會太高 最主要還是吸引各個投資人可以去做投資嘛 就比如說一些小賞戶啊 你比較資金沒有那麼多的 那你有機會去做購買 這個月配ETF 我看一下他指數的編列規則 大概他是在講說 他採樣的範圍是市值前200大 而且達50億元的股票 而且他有做一些流動性篩選啊 這個我覺得各ETF大概都會有 所以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再來就是他有提到說 基本面的篩選 他會通過例如說ROE 波動度平均值利率 還有現金股力變異係數 長短期本益比差距 這種五項基本指標來做篩選 其中這裡面威力比較有興趣是在於這個 現金股力變異係數這個項目 看起來他會依據現金股力 去算變異係數也就是說 可能離平均比較遠的這些標的 他就會去篩選掉 那於是他可以做到景氣循環股票 這種股個股可以篩選掉 也就是他不要去選到突然配息很多 或是一下又配息很少的股票 所以他在文宣裡面有特別提到說景氣循環股OUT 這邊就是根據這個基本篩選裡面的這一項指標來做的 那指數的成分股裡面股息殖利率加權 也就是他的加權方式是參考股息殖利率 再來就是個別成分股的權重上限是10% 他還是有定一個10% 因為有的人就會很介意嘛很care說 那我有的標的啊這權重超高 這樣會不會讓整個標的都會變成某個股票的形狀 有的人會這樣嘛就像0050很多台積電一樣嘛 所以在新發行的這種ETF多半都會有把權重上限所加上去 再來是以當年度宣告的現金股息進行篩選 精選40檔成分股 所以他成分股呢就是40檔 主打就是全台首檔月配ETF 那好處就是假設你會很害怕那種 假如二代健保補充保費的人啊 那通過這檔ETF有機會可以讓你不會扣到 因為他每個月都配給你嘛 假設你今天你買100萬股息值利率5%來算的話 一年給你5萬塊假設一次發給你的話 你就超過2萬上限了嘛 那你就有機會是要去繳到補充保費的 可是他是每個月都發給你喔 每個月發也就是這個5 舉例這個5萬你要除以12 你除一除可能一個月就沒有到2萬塊了嘛 那你就不用再去繳補充保費 是不是一個很聰明的方式 假設你今天是大戶 你好多股息喔 我股息超多 像有些大大我們群裡有些大大 他可能股息百萬嘛 那你股息百萬你一次領的人就會很痛嘛 但是你買這個標的的話他每個月幫你切 幫你切切切切切切 切到你就不用繳補充保費 是不是就有機會 感覺不會花到那麼多錢 但我覺得真的你股息很多人 你肯定也不會只買這一檔啦 那你也不會只有一個ETF 甚至你還有個股其他的配置方式 讓你可以不用繳到這麼多費用 但有的人會講說 啊這個費用有什麼關係 反正就繳嘛 我就是有賺錢所以才繳也無所謂 這也OK 但是有的人他就會希望說我要能省則省 那這個ETF呢他就有做到這件事情 那月月配的ETF好不好啊這報酬率啊 威力看了一下他的報酬率 當然在這個報酬裡面 他有跟什麼東西比較 像是台灣高股息指數啊 或是台灣加權指數 那在這一檔他所主打的指數裡面 看起來報酬率還不錯 那年化波動度也跟加權指數沒有差異太多啦 那當然是希望說之後他上市的情況也如此 那有時候我們會去看說 那可能投信一開始他在發行的時候 他的文宣的內容未必是真的很符合事實 因為他都是用回測的方法嘛 那真的面對到真實市場未來的情況 是沒有人可以正確知道 那也就是當做僅供參考 那我想至少投信他有先做過一些試算 才可以把這個商品所推出來 好時間有關係啊 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啊 如果你喜歡這個節目的話 不要忘記跟朋友分享 也可以跟威力多多互動 你可以在威力財經角FB找到威力 或是在威力財經角投資生活式 LINE社群跟威力互動 分享總是單純的快樂 期待下一次再見